電池總署在各區一共開放20個臨時庇護站 跟60人入住 收入至到現在收到23宗臨時報告 海馬來西洶洶 天沙咀清星馬球附近的電鋪都做足準備 廚窗貼上膠紙防風 有大學生一早預計到不用上學 約了幾個同學聊天間燈焦 大呀 吹到頭了 昨晚都沒有什麼風 現在有點凍 所以扣上了 在港島杏花村的河山巡浪 風勢和雨勢都明顯加強 天文台已經呼籲市民要遠離岸邊 但仍然有市民不理會在岸邊搬浪 都害怕的 我看這樹真的不是很厲害 我最擔心這樹就留下了 亦都有市民帶同狗仔 神祖出來神運 市民台預計今天都會吹強風至烈風 和有大月 而民政事務總署 亦都已經開放民事庇護中心 無線電視記者簡慰言在那裡 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影響 記者兆家運在機場 今日的航班安排會是怎樣 機場仍然陸續都有旅客來到聽一道 但人流明顯比16小時之前少了很多 旅客來到這部機場之後 立即走到去查詢的位位 了解最新的航班資訊 而機管局實話 遲至早6時半 已經知道全日一共有689班 來往本郭的航班 是出現重新或者移5的 而機場和屏幕上也都顯示了 下午有部分的航班 需要移5至明天 根據過往的經驗 在台風離開了本港 解除了對本港的威脅之後 機管局就會重新編配航班 初步旅客 打算離港的旅客或市民 就要留意機管局和航空公司的通知 外機場的報道很多 將時間加分給通告 另外講的是調整列車服務 觀塘、傳溫和港島線 每10分鐘一班車 將分路線不各自保留